今天我们要煮蒜香意大利面,来食材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意大利面是扁的,今天我用扁的 你们也可以用那种圆形的 然后我这边等一下我烫面的时候会有盐跟油 然后我就有虾,圆絮,小辣椒,cherry,然后有蒜头,有洋葱 然后调味料其实盐跟胡椒粉 然后我会用橄榄油 然后我先煮这个面,放一点盐下去,还有油 那什么油?我用橄榄油 用橄榄油,然后先把这个面放下去 可以自己下的,无所谓,因为摸这么大 然后掉 刚才忘记,忘记开时间 非常好,不要紧啦 如果你们不懂要烫多久,可以试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要好用 对,一直丢下来 好,要多一下子 OK,拿出来了哈,面,哇,这个面冰大了 这个面看冰冰的,弄出来就这样 来,放些橄榄油下去 我烤一道里面,我喜欢放橄榄油 有没有电话,可以给电话号码吗 电话在我们的link下面,你可以看 烤蒜头,我们这个洋葱放下去 洋葱,大洋葱先放下去 大洋葱跟它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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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如果我是中式的话,我会放桃油,放鱼露 这个没有放 要放盐胡椒的 然后我放这个蒜头 一般蒜头,我放很多蒜头 这个蒜头,香香,哇,这个蒜头爆满香 谢谢分享啊,有海鲜 然后你们要记得这个蒜头不可以爆到焦 它只是透明就可以了 透明啊,会焦啊,焦出口 哇,香 然后我放一边哦,先煸这个虾 放一边,然后我们现在炒香那个虾 啊,对 这是什么虾 我是啊,随便什么虾,海虾,什么虾 你们什么,喜欢什么虾都ok的 你这个呢,是什么虾 你虾,不懂什么虾 你小妹说的是什么虾,虾就对了 哦,对哦 大洋葱,那个 这个是小妹自己的 这个是小妹自己的 对,那个上没有放洋葱 洋葱 那妈妈咪有什么放洋葱 哇,这个如果它有 这个我先拿起来 这个如果 我看它焦的 妈咪,这个如果它有 哇,我先拿起来 让你要焦的,不好看 那你就看见 哇,很香耶 对,然后虾拿出来先 虾拿出来先 这个要炒什么 对,这个放下去 我果然会不会有大 好,大家先给一点 小辣椒也放下去 小辣椒也 小辣椒也 小辣椒下去 很香的小辣椒 不够油哦 不够油 因为这个是要油的 嗯,这个不懂 这种是很像油面这样 没有油不好受 然后把这个面倒下去 刚才我们看好 炒到一大一点面上去给它炒 炒酱啊 哇 你看 这个面 炒到这个面有那个蒜香味 然后虾也给炒下去 因为虾也不是很 刚才没有做完全熟 没有完全熟 现在放下去给它炒鸭熟 现在把盐 放一点点下去 黑胡椒 我的胡椒粉有一点点粗的 粗粗的 粗粒的 香香 哇 很香的这个 然后你可以加这样一点点的 刚才烫的水 烫的水要放下去 加一点点 酸汤水这样 酸汤水的水下去 然后面那么干 哇 很香 这个碗的有一个碗 嗯 这个不是要放下的哦 啊 对 是不是放下 因为我刚才放这个 没有放上去 哇 很香香 这个菜几次放 最后 现在他们香菜 放下去 要多吗 香菜是不是炒鸭的 我们要吗 要多啊 炒鸭的放下去 哇 香菜放下去 很好吃 盐水 盐水 哇 阿摩是 葱姆 阿摩叫葱姆 阿摩的葱姆 是中国的 哦 OK 这样就好了 OK 好了了 很好吃的 这个 大鸣眼 yes 阿牛 yes correct 阿牛 这个是阿牛 OLEO 哇 你看非常香 非常好吃 哇 我这最爱了 我真的自意大利面 我最喜欢这个了 酸姐 对 对上了 来拿起来 做个ending pose 做个ending pose 做个ending pose OK OK 今天小妹的这个 看这里 蒜香意大利面 大成功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